噢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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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你輸了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這個是樂高 V2的積木組合 那 左邊這個叫做 這個是馬達 然後這一個 這一個叫做 距離偵測器 這一個是傾斜的偵測器 那麼我現在呢 把馬達接上去 接上電腦 馬達接上電腦 那接上來之後呢 如果我要單純控制馬達呢 其實很簡單 我只要開啟馬達 開啟馬達運轉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然後可以決定它是正 順時針 順時針 或是逆時針 順時針或逆時針 那麼現在 現在我們要用這個 為了讓各位能夠 看到我們 了解那個距離偵測器的使用 所以我們現在把距離偵測器 把它放上去 那基本上 距離偵測器它是一個 可以偵測 你的前面 直線的距離 大概在 80公分以內 80公分以內可以偵測距離 所以如果呢 我現在把這個距離偵測器 的指 距離偵測器的指呢 我把它拿來彈奏音符 用距離來決定 音調的高低的話 那我現在把它執行一下 現在可以聽到這個聲音 現在可以聽到這個聲音 所以 只要在它前面 它的前面 如果距離不一樣 就會發出不同的音調 像現在這樣 那這個地方 因為 距離比較遠的地方 距離比較遠的地方呢 現在它的彈奏的聲音 音高太高就聽不到 所以 大概 所以你可以看到 根據距離遠近的不同 它會彈奏不同的音調 是這樣子的 所以這是距離偵測器的用法 好 那接下來呢 如果我不放音樂 那我把它拿來控制馬達 我讓這個距離的長度 就是馬達動力的大響 所以那麼這時候呢 好 各位看到 現在因為前面沒有東西 所以它馬達是用最大的轉速在轉 那麼如果我呢 我的手逐漸的靠近 都會注意它的轉速 它的轉速會因為距離越來越短 轉速呢 越來越慢 有發現它變慢了嗎 越來越慢 越來越慢 甚至到停掉 距離大概 五六公分 左右它就會停掉 那你再拉遠一點 馬達動力又開始輸出變大 到全速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距離偵測器 距離偵測器 所以 除了可以用這樣的用法 可以拿來當作開關 比如說小朋友的電風扇的安全開關 如果小朋友突然接近的時候 風扇就停掉 這樣很好用 開關 或者控制力量的大小 都可以 好 這個是 這個就是 距離偵測器的部分 跟馬達 用距離偵測器 來輸出動力的部分 那麼接下來 我把距離偵測器 把它換成傾斜偵測器 傾斜偵測器 那這個時候 我來開啟傾斜偵測器的感恩 那麼我現在用熱膏 它有一個好處 可以自由組裝 那這是一個 看起來像是一個搖桿 那事實上是 就是它 可以四面八方洞的熱膏肌木 上面加了一個傾斜偵測器 而已 那傾斜偵測器 它也是傳回電腦裡面的數字而已 比如說這是1 這是2 3 4 然後這樣是0 水平的狀態是0 所以我現在的程式裡面 我就分別把0、1、2、3、4的各種的情況 如果它偵測到4 我就讓它做什麼事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現在把它打開 馬達一樣是在轉 然後我在水平的狀態下 這是小貓 小貓是 我是讓它顏色變化 然後說現在是0 如果往前傾 它就是馬達轉速變慢 那往後傾 馬達轉速就變快 然後往右呢 就是反轉 往左就是順時針 往右就是逆時針 所以你看 傾斜偵測器也可以拿來當作搖桿 可以拿來當作搖桿 當然控制裡面的角色就沒有問題 這個是 為各位所介紹的傾斜偵測器 跟距離偵測器的相關應用 測到對面 grote禮花 直接搖桿 妳跟大家搖桿 屁台 等等